我什么都有 包括咱们知道微信是有 群也有 另外还有各种网 网购 还有打地 我还做那个各种图 编辑 我们出去玩以后 照相片给组合起来 美图修修 我叫穆恒宝 我已经78岁了 2012年开始 宣武医院建了一个平台 老年志愿服务队伍 从那天开始 我就参加了志愿服务 一个患者 年龄大的患者来了 他不会是手机 他来了以后 不知道怎么去挂号 那志愿服务者 首先主动上去 问他有什么需要 有要求 帮他在自主机上挂号 或者预约 因为我这个岁数比较大 因为鸡子反正比较费劲 大姐切儿不错 凭我大 78了 陪我讲 太不简单了 那么大 岁数屁我还大呢 学得这么六 太感谢了 从那个志愿服以后 开始逐渐医院上了自主机了 我们就自己 大家互相学呗 也是从不会到会 都得自己摸索学 有懂的我就请教 不懂就学去 就问去 你会的就要传说给别人 让别人也知道 手机也用的 还是现在确实用的比较好 就很方便自跨 或者自己摸索 像手机有的不成 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就自己琢磨吧 动脑筋还原谅不会 自己试着一点 哎 把撞到图片 什么都试 拿手去 拿手指去试去 手指是万灵的 我把您也照上了 给您一些血 老药大爷 大点 美白 美的 有些老人呢 我怎么说 他老一个怕字 他拒绝这 并不是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拒绝 哎呀 万一出事出事怎么办 我在服务中我这样体会 有好多人刚来看到自主机 害怕 哎呦 我点错吧 我不会弄 所以好多老人 就是我都这么 你自己试 拿手点 你别害怕 我看着你 我几次服务中 这个是一个男士 他第一次是我 等于把了手交吧 也是不巧 后来又遇上他了 来了好几次 他说 哎呦 您还在这 太好了 他又自己完成 他特别高兴 特别放心 觉得这个自主机 我可以使 所以从不会到会 是需要这种耐心地去教他 你哥哥您这是什么 耐心就在吃药了 你点银行卡 是他支付 好 有的患者在自主机上挂号吧 他不会会有遇到困难 因为我上了家就问 你有什么事 我给你帮你 他一看你 哎呦 这个年龄 他有点疑问 觉得哎呀 你成吗 做完以后 取完了挂号以后 他特别高兴 而且不自主说 哎呀 谢谢谢谢 我没想到 您这岁数比我还能根 真棒 我都不灵 我都不成 谢谢 谢谢 没事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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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聊天 听老人都是说 我不许 我问他们 他们不耐心 老说 我昨天刚刚进 今儿你就忘了 我觉得 对老年这方面的照顾 比如说 无障碍的一些通道 比如说 他不会 他没有健康码 或者他不会扫这些 还是设置一些 方便一下 但是呢 在一些服务区呢 一些之类呢 主动的 还尽量交给他 不光解决当时的问题 还能启发他 学智能手机的兴趣 也请自己的儿女啊 能够耐心点 你先接会他一样 慢慢来 他只要一个他弄痛了 他就高兴 就愿意再学第二种 虽然咱们慢点吧 咱们也得跟上 稍微跟上点队伍吧 别把他拒之门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